摩羯座 摩羯座在五月份家庭会是主要的议题 你在家中可能有需要讨论 还有检视财务的必要 也有可能有大笔的支出 一定要仔细把账务看清楚 花钱之前也要多多比价 多方询问多思考哦 如果与家人有纷争还是观念不合 建议你要先保持冷静 不要正面冲突 如果有自己的空间可以缓冲 那就会更好 譬如说有自己的房间 自己的房屋 或者是你外出有地方可以待 主要就是要找一个 让自己能够将心平静的地方 从长记忆 其实等到你与家人的心情都平复了 你们再来沟通 事实上是会有不错的结果的 不要放弃希望哦 另外 你的学习交友运是非常好的 你可以结交新的朋友 他们很有才华 也能够帮助你 你会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非常多 他们就是你的贵人 或者你主动去学习新知 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事物 也是非常好的 你会得到非常多的启发 另外要注意的是 你的健康会是焦点 无论是急性或是慢性的病状 都不要忽视 因为如果放着不处理 可能会变成大病 这样就比较不好了 你的爱情也可以在 许许多多的新朋友中寻找 交友就是邂逅爱情的机会 要好好把握 祝福你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